美丽今天要采访一下大量 大量一百多万的粉丝 大家好我是大量 你是做自媒体几年了 今年第四年了 第几次来嘉年华 第一次吧 那以前你为啥不参加 以前没想过这些参加 想让你分享一下自媒体这四年来 收获呀经验呀 然后给大家讲一下 其实我也没有什么经验 这主要是坚持吧 但是这两年我还是有点经验的 有一种探索的精神 就是去创新 去想办法怎么去创新呀 任何的内心的视频 都会有审美频道 所以说要感人去探索 去创新 你之前的话就是玩乐意的嘛 然后一直就是挑战的那种 对 但是那种很费钱 很费抽费钱 然后还费力 但是那种视频也是不能缠绝 因为现在也是有一种审美频道 导致黑粉很多 很多人认为你是假的 但是实际上这种视频 它的代价会更高 所以我今年和去年都很少拍这种视频的 后面的话他跟古仪一起 其实大家都还是挺看好你们的 后面就是 没有什么黑粉 后面基本上大部分都是生活吧 就是我都 别人的话 一个男的跟一个女的 然后组队 然后就是有很多粉丝在接着 但是我觉得你们的那个还好 就是别人只是拿来开个玩笑 但是基本上都没有拉仇恨的那一种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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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跟我组队我都是对我队友 都是 真的是不留余力的去 防别人 你未来的计划是什么 就是目前是到了一个瓶颈 就是也是跟大家伙一样 很迷茫不知道是拍啥好 也害怕被淘汰 所以说也是在长续去创新去挑战 就是比如说环球旅行 自家环球旅行 但是这种也是说起来容易 但是做起来也是很难 你像开车出国的话 各种手续办起来很复杂 然后签证也是不好办 所以说也是有点迷茫 也想过去改造房子 但是我还是比较向往自由 反正做这个一定要坚持 你像我那会儿跟我一起 做旅行自媒体的 现在已经说白了 没有几个人成功了 就我知道就是瘦猴 还有我也算是可以吧 就是一定要坚持 就是之前很多都放弃了是吧 都放弃了 就是没放弃的话也入不敷出 这种还是挺佩服你的 真的 因为其实女孩子做自媒体 真的是很辛苦 就是没有做这场的人 她不知道 做这场的人就知道了 很辛苦很辛苦 其实女孩子做直播 就是完全可以不靠这个来弄 我做的都是比较辛苦的嘛 徒步骑行的那种 还是很佩服你们的 就是像我们这种 或者像别人那种 都是为了拍流量 把视频拍好 为了让更多人去喜欢 是不是 我主要是喜欢折腾 就是真实一点 对我想干啥就干啥 反正他们说 说我都说他们 所以我们家的人 也是对我也特别的提 真实一点好 其实我在中间就是 我想说啥就说啥 想做啥就做啥 你要是刻意去干一个事情的话 我感觉很内心的 挺好的 杨敏君的 挺好挺好 加油 就是生怕 比如说今天一个视频 播放的不好 会有很大压力 所有人都是这样的 不要说某一个人不是 都是 他直播都不想说而已 我知道很多自媒体 他们都得了抑郁症 就是不知道拍什么 然后创作不出来好多视频 昨天那个徐云 也是最后一个问题了 就是疲倦期的时候 然后不知道怎么办 所以现在大家都是改造小院了 包括我身体是 有时候会疲惫 身心疲惫 有时候精神各方面的话 因为他这个 必须得到处跑的 为啥你的粉丝 那么甜 年薪那么高 这就是两个人组队的好处 我跟古一组队 也把我的人寿弄了好一些 我们组队 我经常都是我照顾他们 你们一起组队多久了 一年多了 然后一直都是我照顾他们 比如说是做饭 或者是在生活上面的照顾 或者是在外面跑路的时候照顾 就是各方面的照顾 然后所以我的人寿套 就是他帮我把人寿做好 现在两个做自媒体的 能同路一年多是真的不容易 别人同路几个月 或者是几天 然后就吵架了 他们一直就是双赢 就是你看 就要收合跟小微 要是一直合作 那真的是特别的好 今年我是碰到 109碰到古一了 后面大量 他们那时候错过了 在那个毒窟宫上面 哎呀 不要迷茫 慢慢的来 没有啥的 就想拍就拍 然后想直播就直播 不要给自己压力太大了 其实美丽跟大量 还有黑娃聊了很多 真的是收换很多 她说我这样采访是没有用的 然后我也是觉得我采访的 真的乱七八糟的 其实我想问的是不好意思问 我也想问她跟古一 为什么能那么长时间 是不是男女朋友 但是我不好问 而且我想问一下别人的收入 但这个东西又是尽力 真的很难开口 但是我知道她是我这次遇到的自媒体中 特别能会赚钱的 也跟我们分享了很多 她主要是接广告 带货 还有是卖东西 她做了三年的自媒体 我觉得应该是特别能说 但是我采访她的时候 我就感觉她都好紧张 而且她说话断断续续的 根本就一点都不流畅 这个是让我大跌眼镜的 还有别看平时 直播间几千人 但是她的收入不靠直播 而我的收入是靠直播的 她是在视频下面带一个货 然后就可以赚到钱了 美丽真的是很惭愧 做了一年 还没有接过新途 然后也没有带过货 然后视频中间也没有卖过东西 其实我变现能力真的很差劲的 现在PK也很难打 哎呀 反正向他们学习吧 给他们比我真的太弱了 太弱 这个别人的播放量都是一两百万 哎呀我的播放量就两三万 你说怎么能比 希望明年越做越好吧 然后去研究一下 之前的话一直可能以自我为中心 就像我采访一样 是我自己想知道什么 想得到什么 是自媒体的角度去采访她的 然后后面她告诉我 也是给观众看的 陌生人看的 要别人想知道什么 其实我的出发点就错了 之前的话 平时的话就是记录我的生活 然后是记录我跟我有关 跟别人一点关系都没有 别人想知道什么 看什么 也不去了解 也不去迎合 我就觉得她喜欢我就关注我 每次拍的东西都是 想给大家分享什么 而不是我这么自我 现在我也知道 我可能是太自我吧 以后改正 谢谢大家关注美丽和支持